今天來到英明 剛剛那個OK 我覺得印尼也沒什麼問題了 是 沒錯 OK 妳要介紹的是 妳們的臭臭經典料理是 對 所以今天我帶了兩種 所以有一個叫臭豆 然後有另外一個 臭豆叫Petay 在英明 對 然後另外一個叫Genko 然後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啦 我覺得好像 看起來很正常啊 對嘛 有喔 有味道 什麼味道 還是你要問 發霉的味道 什麼 這個是什麼 Petay 這個是Genko Genko 對 然後這一個是 Woo 就是醃漬的味道 Woo Genko Petay 我覺得這個味道 不是存在於地球的味道 好像很像 這真的不是地球會聞得到的味道 So 這個OK 不是 沒有 我們台國有 就是 不樣臭 這個很像剛剛它臭菜的味道 對 泰國也有 我們泰國南部有 是這個 這個可以 他只知道 你看 可以 所以他只知道 怎麼啦 為什麼啦 是有點像 蛙子一樣 對 蛙子的味道 是 紅酒的味道 大概濕濕的腕子放時間之後 紅酒 這個菜呢 就是其實就是在印尼的 就很容易見到 然後就是 可是也是有人就喜歡就很喜歡 不喜歡就完全不喜歡的那一種 對 然後這個是已經有什麼跟 有香料啊 辣椒 所以就不會比生的更臭 好的 印尼是這樣成品是帶海鮮這樣吃就對了 對 就是有海鮮 或者可以直接就只是烤這一個 就烤到它的豆 然後加辣椒醬 可以嗎 麻布豆 好吃 好吃 對吧 難怪是因為你剛吃完飛魚 嘴巴壞掉的時候 對 已經派給了 豆 其實做豆在那一國 我們南部也有 也是料理也差不多 但是我告訴你們 晚上你們吃到的這個 尿出來會有這個味道 尿出來 尿出來就會 尿出來大便的時候 才是正正的臭 然後你們的廁所 你們的廁所 很大 真的喔 準備好 你們的廁所 你要刷幾下 還會臭 恭喜你們 恭喜吃豆 剛剛吃完不是OK嗎 不是 剛剛看過可以 這個印尼的真的好臭 很難吃 對 打不錯 但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應該比較臭 我覺得它是印尼的臭豆 就是如果你很愛它 你會非常喜歡這個味道 跟柔臉一樣 對 那種有點 不知道該怎麼去形容 那種瓦斯味 各位 我已經慢慢沒有味道了 這一次 難先了 我聞不到味道 已經太多 那你那個咖啡色是什麼味道 咖啡色 好吃嗎 好吃 這個嘛 兩個都好吃 好吃喔 你看 但是第一個才辣 我都是太辣 但是我覺得完全不會臭 所以這道菜在印尼 你是大家家家戶戶都會做的菜嗎 會耶 就是在我家附近的那些餐廳什麼 我都會賣這樣子 算熱賣的菜嗎 熱賣 熱賣 因為喜歡的就很喜歡 然後就可以甜 在地人也都會點這種 對 像我們的麻辣臭豆腐一樣 喜歡的人就非常愛 它這個比較大顆的口感 有一點像 有一點像莉莓 有一點脆脆的感覺 脆脆脆的 但它們印尼 印尼人吃法是 把它完全地加重味道 對 超重的味道 其實就壓掉了那個星球 可怕的味道 只是怕晚上回家尿尿也是這個味道 對 尿尿大部分 恭喜大家 我們了解了 謝謝 就是我們的海鮮 就特別的便宜 可是特別的新鮮 然後我們就很多 很多海鮮的煮法 比如說像這些螃蟹 對 這個螃蟹呢 它螃蟹是用 然後它的味道 對 它的味道是 甜甜辣辣的那一種 我喜歡 對 那個好好吃 真的 真的如果來義尼的話 真的蠻推薦 就是來吃我們的海鮮 因為我們的海鮮 雖然在路邊潭的那一種 可是超好吃 也很新鮮這樣子 然後這個螃蟹 它是用這個 是這個螃蟹 就是從米那種的螃蟹 然後其實很多路邊潭 就會有放這個螃蟹 當它們的LOGO 所以可以找到 就是如果有看到這個LOGO的話 那就是海鮮 那如果我們在路邊潭吃一份 那個巴東蟹 那樣大概要多少吃 一百多台幣 超便宜 超便宜的 超便宜的 然後不只是這個 我最喜歡的是這一個 我其實不喜歡吃魚的 因為我討厭有骨頭 可是我超愛烤魚 我們那邊的烤魚 就是用什麼紅魚 或者底鵰的魚來做 然後它是有醬油 醬黃藍醬 然後把它塗在上面 然後把它烤 超好吃的 它是鮮甜甜的 然後配那個辣椒醬 旁邊的那個辣醬嘛 對 很讚 其實就是在巴黎島的話 也是什麼潛水 diving這樣子 可是其實我們巴黎島有一些 我不知道其他國家有沒有 可是我覺得滿確定是沒有 就是這個 台底漫步 對 泰國也有 不好意思 可是我們那邊 我那邊就每一個地方有 泰國那邊也有嗎 有 不好意思 剛好 就反正就是在那邊 但我覺得這個真的超棒 就是你不會游泳 或是怕水 都可以玩 都可以去玩 而且它下面是有一條繩子 大家一起跟著走對不對 慢慢走 然後就可以坐 還在那邊可以 就給魚吃飯 鮪魚這樣子 印尼其實只有一個地方 就是在家裡 滿單的島 跟馬來西亞 一起就貼在一起 對 然後就是我們那邊 就是我們這裡有個 就是印尼的布料的那個 什麼圖片那種 有 然後這種的話就是我們 是我們的 然後就是很多 很多馬來西亞的網友 會跟我們吵起來 就說 挑戰是他們的 這是我們的 不是印尼的 然後我們就會在那邊吵起來 就是說 不是 這個是我們的 然後在那邊吵 然後今天我有穿的這一個 也是 就是這一個是已經比較 Modern的那種 它就是你看它的畫圖 海洋嗎 它是那個Batik的那一個 很漂亮 就是很漂亮 簡單的圖材 對 所以常常會被人家誤會說 這個是來自於馬來西亞的 對 然後就是 到10月2號的時候 UNESCO已經訂了 如果這個是Batik 是印尼的 對 所以馬來西亞就吵不了了 恭喜證明成功 對 為什麼有一個 UNIQLO的品牌在下面 UNIQLO 不要亂開玩笑 害我們大家都嚇人一跳 下去越來越幽默了 真的 越來越幻動 對我影響 最深刻的那一時候 就在我小學的時候 在20042月的時候 有一個海嘯叫 就是在阿哲那邊 這個新聞超大 到我小學的時候 我都還會記得 你看 這整個地方 全部都沒有了 對 平地 真的 那時候就是 海嘯之前就是有什麼地震 9.3 9.3 對 所以就是國外 也是幫我們那時候 幫得很多這樣子 9.3地震 然後那個大海嘯 對 雙重傷害 我覺得每個國家 都有自己自豪的海邊 你們覺得澳洲的海邊 有比你們國家還要美嗎 如果有的話 舉圈 沒有的話 舉叉叉 對 還好 剛剛Chris在 第0.001 他舉牌沒好 他剛剛已經舉到巴黎島 對 他直接講巴黎島 單純一講到巴黎島 海邊就是海裡島 OK 那我們讓我們講 厲害的 然後他要反駁一下 好 好 如果說是因為 因為巴黎島 這遊戲逼很久了 我真的忍了很久 就是巴黎島的話我懂了 就是巴黎島的海邊 現在已經變成很骯髒 因為太多遊客 太多遊客 這個也是認同 但如果你想要這個 很乾淨很乾淨的海 你可以看這裡 這個 這個呢 我們那邊有很多島 有很多島都可以就潛水 潛水 其實很多 然後這一個呢 是在印尼最右邊的島 叫巴布 然後它的地方是叫 就是很多人就是特地來這裡 就是來潛水這樣子 如果你不想要潛水 你不想要就碰到海 你還可以去拍照 如果怕水的話 也可以這樣拍美美的照片 不只是就海裡面 你看 所以 珊瑚 好漂亮 你可以給Josh 看他那個照片 那我不同意 因為睡不夠病 好 用冰水 好的 泰諾呢 你立法睡之後 你皮膚都變黏黏的 不舒服 海水 好 印尼呢 世界第一 我這個是自認為的 就是我覺得就是風景什麼的 就是不用講 大家也知道印尼的風景很好 所以我就想要說 破頭 這個人最近很有名 他呢 就是幹嘛呢 他是叫巴王呼將 巴王呼將是個工作 是個工作 就是黨語的工作 黨語 對 他就是在那個什麼 摩托機批 然後突然下大雨 然後他就是直接離殼就衝進去 然後就開始就 在那邊做魔法那些之類 然後很快就停雨了 這麼神奇 吃法多久以後雨就停了 大概就 我記得好像二十分鐘左右就停了 這樣子 然後就是我們 我們真的 連我們的國情 國情 國情 那個時候呢 也會叫巴王呼將 然後因為他紅呢 因為他經典紅呢 就是特點來 所以這位是最紅的嗎 今年紅的 今年青 對 今年紅的 因為這個工作其實有很多個 很多個 對 然後就是因為這個摩托機批 就是國外也開始知道 就是印尼真的很多這種巴王呼將 所以他只能控制天氣嗎 還是如果我老公出去偷吃 我也可以控制我老公 但是他只能控制天氣 人的話 其實這個要看他到底學了什麼 因為聽說對 那都是另外一個專門的 很有學問 有些是 就是他 好像有些就是特地是天氣 然後有些是特地其他的 有些是切紅線的 就是因緣的 我幫你施了魔法 你就可以找到男朋友或女朋友 也有這種 也有的 那種阿修 中門別類很厲害的法師 我覺得台灣也非常的多 你要抓奸的 你可以找抓奸的法師 你要辦案的也有 我們很多那種警察局難以破的懸案 都是委託法師 他會告訴你往山上走 或往海裡去尋找 找凶器 還有一個國師 我們今年也很紅 你剛剛說 你們的是紅到了國慶典禮 我們紅到了金鐘獎去 我們就變國師 當金鐘獎去支持 對 所以我們事情也很厲害 也是 而且他常常說 這個禮拜什麼什麼星座 會遭遇到什麼時候 真的就發生了 好 你們能不能認同 Grace這種說法 認同的話僅舉圈 不認同己舉差 最會做法的 我們有些人舉圈 有些人舉圈是怕被做法嗎 對 澳洲人只有我們義大利舉圈 對 你相信這個東西 就是我 可能是因為我不夠熟 所以我 我先忍痛 相信嗎 我也一樣 但我覺得算是一半一半 有人覺得認同 有人覺得還好 我想要問你一下姐姐們 如果 如果台南有什麼好吃 你們會怎樣找呢 Google啊 當然是Google 打電話給台南的朋友啊 沒有台南美食 你會怎麼樣 沒有 或是因為我去台南的時候 就喜歡吃台南的種子 所以我只當那家店 所以我直接開車那邊就好了 所以我會去早了 想找新的 我都沒事去做那一家 小屍 這小屍呢 會坐火車下去 然後再慢慢慢慢一點 看哪一邊太短 看什麼好吃這樣 對 看哪一個比較有太短 小五 可以嗎 這已經 已經退縮了這種 因為我們呢 對 就是很多人就是會 所以現在的年輕人呢 現在開始用TikTok來找 我們那邊 不是IG嗎 他們現在IG呢 開始慢慢慢慢就被TikTok改掉 然後在那邊還有很流行 就是我們那邊就直接 如果買東西的話呢 用TikTok Shop 就是我剛好我朋友 就是在那邊工作 所以他的工作就是 如果有人下單 就直接開始處理這樣子 所以他已經是個平台啦 對 所以就是他看了 要不看了直播 要不看了影片 然後就他們觀眾看了過 這個有趣 然後可以直接離可在 那一個影片下單 喔 這樣子 今天我手機回去要更新很多 我身邊沒有用TikTok欸 沒有 我跟我身邊 我姊姊的女兒是國中生 她說他們同學都是在用TikTok 我在看IG 她就說 喔 就是老人在用的 開具就是老人的 媽媽 IG好棒 IG已經開什麼慢慢的改掉 那FB呢 FB就是R FB 講中了 我FB FB是我來到台灣才用了耶 因為我在義里已經很久 我就用FB啊 就這樣子 小事要怎麼講話 下一題啦 我還說 這個是我要講的耶 妳還用奇摩是不是 我還在FB耶 FB還不會 妳是不是有用過MSN啦 當然啦 而且是I CQ的啦 I CQ 對啦 I CQ我們還沒有學到耶 小事已登出 然後其實就是如果你就看IG的影片呢 其實那個可以在TikTok已經 我已經在TikTok兩個月 或者一個月前已經看到 對 都還可以轉過來的 對 所以就是TikTok先 IG 然後YouTube會稍微 有些人才會轉 YouTube已經那個了喔 YouTube的話 它就是已經開始在後面了 真的喔 然後呢 我們每一家就會準備的那些餅乾啊 糖果啊 然後我今天要介紹我喜歡的 我覺得我每個 我去每一個家都會去吃這個 然後這個是叫NASDAQ 它像鳳梨酥 因為它看起來裡面好像是鳳梨那些 對 就是 可是它就是真的很小 所以就是一口可以吃完 對 然後它呢 它就是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個在我們家呢 在過年的時候呢 因為它的顏色就是 金黃色 對 金黃色 就是代表淺 除了這個的話呢 還有這個 這個是蛋糕 那個我們叫 宣傳蛋糕 我們叫 Guella Peace 可是然後呢 它就是 這個每一家也一定會有 因為就是它就是想要祝福 就是它就每一 就他們家就是每一層 每一層一層的幸運啊 富負高財啊 對 就會一直越來越高 越來越多這樣子 然後呢 除了這些的話呢 其實就是我們那邊 就是會出去吃飯了 因為我們那邊就是餐廳都開 然後我們會去中式餐廳這樣子吃 一定會有這一個的 醫生 這個是新馬的 對 然後就是我們那邊也是跟著 就是一定會吃這一個 然後每次就是服務人員就會先把它 來 這個代表什麼 這個也代表淋淋淋油魚 然後就把它對 然後它講吉祥的話 對 然後我們那邊呢 每一個女生都會想要穿旗袍 就像你今天身上這個 你可以借我們看一下嗎 身邊下來準備一下 哇 好漂亮這套 好漂亮 好漂亮 好漂亮喔 這套真的很漂亮耶 真的耶 沒有空姐的感覺 這邊這邊 有空姐的感覺 它其實就是它旗袍 這個旗袍的感覺 然後這個有一點就好像華人的那種 那種 pattern這樣子 所以就是我們就 一般要不他們就穿 印尼女生就穿這種的 或者是真正旗袍的也有 或者肯定會 如果沒有這些的話 肯定會要紅色衣服 對 一定 所以就是如果 因為我們那邊就覺得 就是我們文化 我們華人比較少 印尼華人比較少 所以我們就這樣 想說就是 一年一次可以把我們的文化 對 所以我們都女生們都會這樣子 有大大小嗎 因為我已經來到台灣 所以我開始比較準時了過後 我約了一個印尼朋友 然後我約等在那邊 然後他們還沒有出現 然後我問他們 在哪裡 他們說快到了 他說快到了 然後我就在那邊等 等了三個小時 人都沒有出現 太久 在台灣嗎 沒有 三個小時坐飛機 台灣坐飛機 差不多快到印尼了 對不對 對 台灣坐飛機 一半的飛機 差不多 對 在那邊等了超久 可是你三個小時 你如果還沒有來過台灣的話 你在那邊等三個小時 你覺得是正常的嗎 是比較遲得比較誇張一點 可是我就會 好 我這樣子比較好 因為基本是一個小時 對 基本就是 基本一個小時 因為其實我們那邊 因為如果打工的話 如果遲到十分鐘也沒有算 就是遲到十分鐘 還是不是遲到這樣子 如果我個人覺得 我們其實也沒有到 隨性到那一樣 我覺得是一半一半 比如說情侶這樣子 太親密的話 比如說牽手啊 抱抱啊 人家都會看著 這樣子看著這樣 就看著你這樣 然後就一半我都不會看到 就比如說在街上 有人親嘴什麼的 我都不會看到 所以我來這裡來到台灣 我第一次看到就 是嗎 那沒有人 沒有人怎樣嗎 我會在那邊這樣子 其實我們也會 我們會用余光看 我們那邊真的 如果真的有發生這種的話 會有老人家就說 你們可以不要這樣嗎 會有些就會莫名其妙 陌生人 陌生人就會直接講你 你們兒童台是不是也很嚴格 兒童台一定嚴格 一定更嚴格 就是這個我覺得嚴格的很奇怪 因為就是這個不知道那時候是兒童節目 還是是新聞這樣子 就好像在教小孩就是 這個如果牛奶是怎樣 生產吃 對 製成 然後你知道嗎 在電視台呢 那個牛的奶頭 被莫萨克這樣吃 就在那邊 傢伙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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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傢伙就在那邊 就看著就 這個不是就在教學嗎 為什麼這樣子就不行這樣子 我們那邊對這種事情就 特別嚴格 然後就比如說像我 比較保守 對 像衣服那種之類 就是不可以穿太短 那你穿這樣不管嗎 今天穿這種短短裙可以嗎 應該穿像我這種這麼長吧 沒有都那樣 這個其實還OK 可是平常我就是 不是來到這裡 就穿的真的比較少 但回應你是 但回應你是 我真的會 我那時候有一次 穿年好 我穿只是露肚子 露3CM這樣子 然後呢有陌生人 就看到我 然後就 我這真的還在 你什麼事 真的 我只是露一點點這樣子 然後我上面是T恤這樣子 然後他就這樣子講 然後我家人也是開始就是 看到我節目就是 你可以穿多一點嗎 對 馬桶 好 好 可愛 印尼 辣椒醬 你知道嗎 你吃辣 沒有 沒有 今天剛好我就有帶這個辣椒醬 給大家試試看 對 好 辣椒醬 對 就是印尼這個我是覺得 是可以給大家帶回家的 我覺得還蠻特別 因為我們的印尼的辣椒醬 其實有一點點像台灣的飲料店的概念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餐廳 都會不一樣的味道 有自己的特色 對 然後我們很多島 我們很多島 每一個島的辣椒醬又不一樣 辣的不一樣 對 然後就是我們那邊就很愛吃辣椒醬 所以我們就會把 比如說一個餐廳 我們會把它做 比如說一個餐廳 它的食物很好吃 但它的辣椒醬比如說普通 或者不好吃的話呢 我們都不會去 我們真的會考慮 我們到底要不要吃這個地方 那如果辣椒醬很好吃 食物還好 看一下那個會爆紅 那個餐廳 真的假的 所以你們很吃醬料 對 所以辣椒醬可以救起一個食物 就對了 是的 所以你們真的如果要練的話 是真的要做的話 做好餐廳在印尼的話 一定要辣椒醬好的話 這一罐多少錢 對 這一罐其實很便宜 就是我們那邊的話呢 就是大概39塊到59塊 台幣 有很可怕嗎 不會 我覺得它香料 就是很多 有魚露什麼東西是不是 這一個是蝦米的 各位吃吃看 這個是抓瓦倒的 抓瓦倒的 對 重點是辣不辣 很辣啦 很辣 對 我想加油囉 我第一次吃 我是小的就好了 是嗎 都是小的就好了 因為我們一名很喜歡就是把辣椒醬 變成我們的菜 所以就比如說我們都想不到 就到底要吃虧不到的話 對 很少會這樣吃吧 對 因為只有咖哩會這樣吃 我們真的會長得像咖哩醬 辣嗎 老師 好辣 真的嗎 我鼻子現在好辣 通過什麼 通過煮味 怎麼了 她臉不扭曲 有辣 有點辣 有點味 可是後面是 好辣喔 對 先甜後辣 對 我覺得最後面是這樣 很辣耶 好辣 好辣 沙沙子這樣 很辣 而且吃完嘴巴很厚 對 對 我覺得不完辣 我的味道也好辣 有蝦醬 蝦米味 蝦 小吃不懂 好好吃 它會辣嗎 會辣 它應該這個 應該算中辣 對 你覺得台灣人受得了這個辣嗎 受不了 這個在泰國是不是也有類似的 泰國也很多類似的 但是我們也沒有要半飯倒成這樣 他認為講要辣椒醬 這個有偏鹹 人家是辣椒醬不辣要幹嘛 對嗎 不辣高一點 你覺得好吃嗎 可是我才空腹 我怕等一下 會辣 我覺得雖然很辣 但我忍不住一直很想吃 因為很好吃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可以嗎 好吃嗎 還沒吃 還沒 不敢吃 他不敢 不是 要沾鹽奶在飯上 然後才可以 就這一點而已 我覺得這個 怎麼辦 誇張 很辣 你是覺得太辣還是味道你不喜歡 它很辣 真的 超辣 我跟妳講 舌頭就 很辣 真的很辣 對 怎麼辦 我是辣的 因為它拌海鮮比較好 因為它的辣可以蓋掉一些腥味 可以 那你如果對海鮮過敏 覺得它太腥的話 這個辣可以蓋過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嘗到海鮮的鮮味 但是沒有它的腥味 對 我們會加什麼 用炸雞來配吃 炸雞 炸雞 應該白斬雞那一下也可以炸 對 這個是不是就像韓國人 中國都會帶自己的辣醬 對 對 太瘦了 是什麼 那是誰 這真的好 哇 自己家裡的 沒關係 你介紹一下 然後大家可以評斷一下 這個 你會不會也想要買回來的 好 其實印尼的皮其實滿有名的 因為為什麼呢 它的 它的價錢很便宜 然後可是它的品質呢 也很厲害的 那我們那邊有一個地方叫 Yongbang 然後那邊呢 就是很多就是專業 就是做這個 皮件的 是的 我給大家猜一下 比如說短的那種 夾錢包那種 皮夾 那大概多少 300塊 太過分了吧 我已經說很便宜了 好 3000塊 太貴了 太貴了 1500 1500 還是太貴了 800 印尼的價錢 5600算貴 對 差不多 5600很貴了 我覺得5600 對 那我告訴大家 大概是 39塊到59塊的 台幣 蛤 你說跟你那個辣椒一樣價錢 對 蛤 就是我們那邊很多養牛 所以就是 這些牛皮就很多 所以就很便宜 但我有檢查過 就是比如說包包的話 我們那邊有 包包錢包 然後皮血也有 那大概呢 如果就是包包我已經檢查 大概比如說 這麼小的啦 就因為我 差不多我這個板子這麼大 對 差不多這樣子的話 你最便宜 你最便宜 可以買到是 130塊台幣 可以買得到 好想去逛逛看 對啊 OK 所以大家如果你扭到這個 你會 會開心嗎 可以 對吧 自己自創品牌 在那裡設工廠 再拿來這裡多賣一點錢 就可以再錢 對啊 大家現在很會 對啊 好厲害 很重要 那你們會想要買 這樣子的東西回來嗎 我覺得送禮很OK 對 而且如果它是扭蛋 你又多了那個驚喜感 我覺得蠻好的 對 蠻好的 哇 59 39到59塊 對 便宜對不對 那各位去那邊 如果39塊就不要再殺價了啦 對 因為我們以前 你故意想說他們很多木雕啊 是很厲害 從來沒有想過皮件 手工業很厲害 手工的東西都很厲害的 好 對 謝謝 接下來是 算是甜不辣組合嗎 甜不辣 因為原來加了 我們的甜不辣 我是終於合體了 甜不辣 對 如果我的話呢 我是其實就覺得 Nicole是一個很會社交的人 到我就覺得 好厲害 我有這種朋友 但你不會覺得很場面嗎 其實她講話的話 雖然就有可能 她的語氣就比較那樣 可是她其實有真心的感覺 你知道嗎 那時候就是她生日的時候 在那邊我們去了酒吧 然後去了酒吧 過了我們要結帳嘛 然後就在那邊 Nicole就 不要...不要付 然後我就說什麼 你要付錢嗎 不要...我們自己付這樣子 她說沒有 等一下 剛好那邊也有她的朋友 她就去那邊拿了那個單 然後就 唉唷 今天謝謝你囉 這樣子嘛 然後那個朋友就 謝謝什麼 我今天都還沒有請客 你生日耶 她說是嗎 那就 麻煩你囉 今天給了 給那個朋友 我就覺得 我在後面就覺得 哇 好酷喔 多少錢... 我真的是一輩子 還沒整晚喝的酒錢啦 多少錢... 沒有多少啦... 對啦 但是她還是... 還有... 還有我上次她吃肉 就是我們... 因為陸啊 妳還說韋哲 妳等一下去哪裡 我們去什麼酒吧 她就說 就是那一天 我考慮一下 還好 我沒有... 我沒有打贏 沒有... 沒有讓人出到錢耶 真的 不是 如果是她的朋友的話 她不會讓... 我不會讓我朋友出到錢 對 所以幫妳出錢那個 不是妳朋友 我倒數妳為什麼 我來解釋啦 因為我認識她 我也知道她經濟能力很OK 而且她也是很開心地幫我付好 那妳用這招 妳用這招有常常用嗎 還是... 我跟妳說啦 妳不會身邊每個朋友付約都好 妳不會出到錢啦 我就講這句話好了 對 對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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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像我們會出錢的就是... 妳跟我出去 不會讓妳出到錢 因為我認識她 然後我跟她開玩笑的方式 對 但我敢開口才要得到 就像妳跟老闆 妳沒有跟她開口要加薪 她會給妳加薪嗎 拜託 想一下好嗎 妳不敢問 那不一定得不到嗎 不只是這樣子喔 她那時候在化妝室的時候 就聊天愛情故事 然後我就在那邊聽著... 然後就覺得 這個好像講得有點太深了 就這個程度就... 畢竟我是印尼人嘛 我們就如果聊愛情故事 要不就再聊我們去哪裡約會 要不就吵架 可是她講得就很... 真的讓我就超害羞的那一種 但這一點我覺得 真的是美國人會這樣子 美國人也會這樣子 既然這是很開放的 私自有什麼好羞辱害羞的事 對啊 妳要跟我聊什麼 妳問吧 我跟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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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有幾個乾爹 沒有 妳有幾個乾爹 沒有 妳有幾個乾爹 氣死了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 她是因為印尼他們的社會 比較是害羞的社會 所以她講說她會覺得 喔 哇 你們會聊這些 但我也覺得像是他們印尼人 也是穿著的部分 她就會覺得 我穿著好露喔 為什麼 可是我覺得妳身材好露 我一下能怎麼樣 妳開心就好啦 像是她我覺得 她就是缺乏了那個自信 她夠有自信 她其實非常漂亮 來 她是全美 來 全台灣喔 全台灣選美第一名耶 好厲害喔 因為她感到驕傲 她很害羞這件事情 但我好愛講這件事情 真的 我不知道耶 第一名 我都覺得她就是... 因為可能我們長大的環境 會影響我們的個性 那她可能就是比較害羞一點 那我就是大方一點 我就是敢說敢做的 那其實妳們是不是有一個 共同的目標 喔 對啊 我們兩個... 妳看她玩啊 對啊 我們兩個就是在做 我們現在的共同目標啦 對啊 妳們的目標是什麼 想要當藝人 對啊 我們現在就在做啦 但是我會跟她一起分享近況 她會跟我分享她的近況 我們就是一直... 我們都是在鼓勵對方 我們...我跟她的交情 不是那種會要故意害妳或是什麼 我跟她都是很正確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有閨蜜也可以是這樣子的 這樣子